切三個半月十二點月 六港體育中旁邊發生火燒車以外 小鳳凰接著報案後馬上派車輪整個手機 沒有顧著將火燒消費 從不了解可能是機車到來 做成油漏出來 更加上當時男主等在吃飯 加在都沒有做成機車輪 要求其他人受傷 小鳳凰一九天 女友就發現整台機車燒起來 火燒相當大 因此馬上有去水煞進行車輪 這間火燒車的意外 就發現今天半月十二點多左右 第一點就位於六港體育中旁邊的麥洛上 相對到現場發現機車已經燒起來 在報下水煞進行車輪到後 但要在十多分鐘後 火燒完全會打火 我們在今天清晨大約0點21分的時候 我們接會一起報案那個是機車騎舞的案件 那我們總計出動了四台消防車 然後發明人員 那我們到現場的時候 發現那台機車已經倒落在地上 那我們立即出水線將火勢撲滅 大概花了五分鐘的時間 就把火勢撲滅了 那根據車主表示 他一開始騎機車在運動場的時候 然後在停下來的時候跟有人聊天 那機車不慎倒下 那因為他表示啊 就是可能有漏油的情形 那當時又在抽煙 然後鋪排出可能是淹滴去引燃他產生油氣導致起火 雖然機車放上去 但是沒有人受傷也沒收到其他車量 不過車主的無注意因發揮警 雖然燒的是自己的機車 是不是看下到公共危險座 警方還要進一步調查 新中華新聞 剉龍青 六港 彩虹報等